那为什么民财位这么重要呢 因为民财位就是我们人 工作赚钱 能不能够把钱守住的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或者是说能不能招财 能不能留住这个财 不会跑掉 或者是常常就在你的指缝间 就这样溜走 对不对 所以这个民财位真的很重要 尤其像很多的建案 一进去你就先看你的角落 是不是一大片的落地窗 或者是窗户 如果是的话 这个房子通常一住进去 它就是享乐屋 它就是左进右出的房子 所以如果你的民财位 刚好是窗户的话 建议你可以如果说 你用那个窗帘 那帘子的话 就可能要拉起来 要拉多少呢 就是一个手臂的宽度 对你要让这个 一个手臂的宽度 不要透光 然后也不要透风 就是你那个财位要把 那个会透光的那个挡住就对 就是你说一个窗帘布 至少要遮光 对就是一个L型 L型 这边的L型 很重要 所以你要一个手臂的宽度 这是最理想的民财位 就是这样的宽度 OK